我给你讲个故事呗 在一个漆黑的 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 外面下着雨 滴答 滴答 别怕啊 外边下雨呢 有一辆汽车 缓缓地向我驶来 别怕 那也刹车呢 后来啊 汽车仍然在公路上行驶 可是 只看到方向盘在转动 驾驶座上却空无一人 难道是遇到鬼了吗 没有 是潘长江买了一辆新车 你就说你买了辆新车不就完了吗 你比别人高多少啊 就是这四出啊 一点都没变 哎干嘛去啊 哎呀别走啊 这没回忆完呢 那后来呢 后来能当着这么多人面说呀 不能说吗 后来啊 我们俩吃了顿饭 你们以为干啥呢 二美丽我还没讲完呢 你慢点 我吃了饭头啊 那广场演出还没结束呢 你照顾往家跑啥呀 哎呀 今天是情人节 看那孩子们都不在家 咱俩玩把浪漫呗 要啥漫浪漫呢 咱都多大岁数了 人家那情人节呀 都是年轻人的事 你说你这一寸照片 还楼子下 分享生意吗 还真的好啊 三天之后你才怎么着 就她那直播间呢 来了五百多位呀 厉害呀 老太太呀 请你是我老太太 最后弄得你赵婶啊 想跟你赵叔离婚呢 你看看 我就没法形容我爸了 这就我不要他了 你带走他吧 把他 哎呦呦 小姐小姐 您这心情我能理解 咱不能那么说话 这这这这不以前 这不是都是这么教育孩子 这不让人省心 不让人省心 不让人省心 我回来 我回来 嗨 一到门了 你给了门 对对对 咋的 来 干啥 你猜我在咱小区门口 碰见谁了 碰见谁了 刘姨 对 张大爷 还有赵叔 不是 你真碰见他们仨了 咋的了 李老师啊 坏了坏了 他他他在门口啊 碰见那个刘姨啊 张叔啊 还有赵叔啊 李老师 我对不起你啊 什么了 哎呀 这都是我的错呀 给你添麻烦了 我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班级里的 反面天性了 哎 你对不对 龚大爷 又啥不对的 是人家三个一致把你推举为我们学校的正面典型啊 不可能 哎 李老师说的对 是 他们说要来感谢你 嗯 谢我啥呀 刘姨感谢你帮她学会了网约车 虽然去错了地方 但是你帮她圆了一个一直想去自驾游的梦想 哦 这么说我没错 还有张大爷那腿啊 咋的 其实那腿早就好了 可是呢 心里有阴影 嗯 一直不敢下地 经过你这么一次 就 他迈出了第一步 真的碰到了居住啊 最有意思的是赵婶 啊赵婶 赵婶在赵叔的带领下 嗯 也开直播了啊 天天教别人做菜 好好好 现在喜欢赵婶的老头 比喜欢赵叔的老太太还多呢 哎呀 哈哈 真好 您看看郑大爷 您办的这渐渐都是好事 是不是 谢谢谢谢 要不大家伙能选您当班长吗 反正啊 我老是这么想 作为我们老年人呢 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 跟着时代往前跑 快乐一定不能少 我这么说好不好 好 好 咱给李老师洗水果去啊 明白 哎 嘿嘿 来 李老师快坐坐坐 哎呀 李老师啊 你你看看 我把我在学校这三个情况都向你汇报了 啊 哼哼 接下来呢 我要向你坦白一见 更重要的情况 就是我 宋大爷啊 您先别着急哈 好 我今天来家里呢 是想了解点情况 李老公 去年轻啊 对 在他们单位都叫他动灵男神 哎呀 又咋说可得看紧点 赵刚子背着我在外面干什么事 你找他给我 叫叫叫叫叫叫 有点 冷静冷静 咱们 我现在有点明白了 啊 他说那不是赵刚子 谁 是田阔啊 啊 啊 李老师 啊 好事 啊 我的心愿啊 对啊 李老师 请留步 爸 你的隔半人 也许快到了 哎哎哎哎 我都递了 其实你听我 跟你说一下 李老师 经过这段时间 运的接触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嗯 机会 总是要做个儿争取啊 李老师 我喜欢你 好 好 好 你媳妇还在这呢 谁 你还好 你靠他 不找 你呢 这一家 这这都哪个哪儿啊 快点 我给团队错了 儿子啊 不是你的错 都是我的错啊 李老师 乌龙了 李老师 那么啥 李老 我 我不是最后媳妇 你们 你们让人都干嘛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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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至少花老下 小米丽家水管也没坏呀 哎 田萌萌 你俩在这呢 她家水管坏了 我来看一眼 哥 过来 你认识她呀 岂止是认识 简直就是认识 你太好了哥 她呀 是小米姐给我介绍的对象 啥 她是小米姐给我介绍的对象 小米把她介绍给你了 那她是想开了 太好了 哥 我爸 一眼就看上她了 那啥 这让你俩认识 帮我多说点好话吧 包在我身上 一会小米出来 你给我替我说说好话 咱俩都不想帮助 哥 你都是我小米姐心里的那个她了 那肯定没问题 是我她的 她的 这名我喜欢 放心吧 看我的 那个 田萌萌 王茜啊 一会你看这小米烈 让她给我签个字啊 哎 以后别叫我王小茜 请叫我她 谁哥 我哥 我说的嘛 别说 你俩长得还真挺像 谁跟他长得像 互相帮 是挺像 这是我亲妹妹 她叫 她 李温柔 对 李墨柔 李墨柔这个名字 我跟你说实话 李温柔 对 李温柔 人如其名 这名人气得多坚强 那个 此时此景 我特别想为他做首诗 那个 啊 北国春风 永远来 万里桃花 躲躲开 谁若取了 李温柔 今年还来得及 生小孩 你快要怀了 笨笨 你来了 小米烈 你家水管没坏啊 一会儿你别忘了给我签个字 我走了 你别走啊 走也不是你走啊 你什么 我给他俩接着对象的 不是 王小千不是他哥吗 哪有刚见面 就以夫妻相成 别说 他俩长得还真有点夫妻性 我看王小千挺喜欢的 刚才还做首诗呢 是吗 我看看 王小千那人咋样 王小千这个人 他能怎么样 互相帮助 非 说你呢 我这才知道 打进来就让你碾我 碾我 你是怕我看见你当保安吧 那你咋跟我说的呀 咱家这么大企业 我让你跟我干买卖 你非说在物业干一番事业 你就这么干呢 你就从经理给我干成保安了 啊 我跟你看着这样 我看啥样啊 啊 啊 什么情况也误会了 我怎么怎么误 交给我 没你事这里 我明白了 你帮我一会 我帮你一会 好不好 叔叔 你好 你好 这谁呀 这这 不用管我是谁 我就想问一下您 您现在还有什么资格 说我们的甜笨笨 我儿子我有啥 不要说话了 我就想问问您 咋干的 怎么把自己活干丢了 我自己 我啥活干丢了 好了好了好了 我知道 你现在心里有落差 我有啥落差的 我呀 你原来呀 是我们甜商集团的 等等等等 这怎么回事 怎么还原来呢 原来啥意思 你注意啊 我没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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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错了 这孩子你 这位司机叔叔 谁谁是司机叔叔 他怎么还跟我输职 你别说你不用的了 什么意思 这是 机场 你丫头 这孩子说话 你 谁司机叔叔 别说了 那个爸 什么情况 这样你先进屋待会儿 我过会儿跟你解释 你别过会儿了 你再过会儿都给我说彻职了 说退休了就是 什么情况 是这样 就是 配合了 这么回事啊 这家伙子 这打进门没注意呢 你瞧这造型呢 干啥呢 跟沙发拜把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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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老王我给他定位了 老王啊 这是咋的 完了完了 完了老范大哥 老王要遇难了 咋的了 我估计早上 在大门口老王跟我说话 让他看见了 完了 完了 这事因我而起 我必须得管 别拦着我 过去看 去啊 哎呀 这个咋办呢 你说这呀 哎呀老范 刚才是不是我把老王给卖了 你哪是把老王给卖了 你把老王给害了 老王是死定了 我叫你欠罪 哎呀 你说这个干啥呀 你说呀 老爸没事 咋没事啊 你看这大人家看着熊 其实你看他刚才 在大美跟家 他就是个小羊羔 啊 他是小羊羔 我看他这样的坐山丢 老王 老王大哥 你没事吧 没啥事吧 我那个有什么事 哎呀真能装 没事放着门不走 跳窗 就是啊 我端来是你 派烟 看人家来了 不走学长 你不行吗 请你给别装了 哎呀 谁今天早晨 在小区大门口 跟大美人说话了 此时此刻 是不是有一个 标行大汉 在社区里 对你进行 围追 堵截 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 放心吧 在我们家里 我看谁敢碰你一手指头 哎呦 老范 你这个朋友没摆脚 我呀 太痛意思了 哎呦老米啊 你说我这个印啊 我都纳闷 我平常我神处鬼没的 你说谁知道 我在河边干钓鱼的 哪个盘族 给我出卖了 我跟你说 我抓这个盘族 是不是你老范 我能把那么不是人的事 老范 没在老范 范家我跟你说了 哎 没在 我看 你怎么这样 没在 你刚才来回来 你不是 你不是 我来了 哟 哟 哟 别怕别怕 我去看你 我跟你说 一般的人我不在乎 就这个印尔书 你也说带笔 我先个脚搬器 是不是不行 我找不了 我 不是 不是 你说不得气 哎呀你起来别动别动别动 你躲一下你躲一下你躲一下 哎 对对对 快快 这有个沙发套 对 对 对 你站住 站住 稳住 稳住 稳住啊 稳住 什么人 他拦着我 哈哈哈哈 哈哈 哎 哎 哎 好 我心想 我是大兄弟啊 啊 那个在河边 见不见着老王啊 见着了 见着 他说 他收 我这撩了 就好 我这脸呢 脸都看着不知就来了 啊 你在这儿 撩哪儿去了 什么是没在这儿 刚才脑正亮 就奔链来到这儿 没在这儿 哎 哎 没在这儿 不信你随便搜 对 你是跟人家搜 随便搜 都啥呀 刚才进入山没有 那这儿多的沙发 那变肥的啊 真是沙发员来就在这儿 什么沙发员来就在这儿啊 你家的沙发 那是个腿抖的 跟我整个码儿的 哎 你躺了 哎 他把你躺了 我躺了 我躺了我躺了 哈哈哈哈 没没没没没没 你放开了 我放了 我忘了我跟着 哎 哈哈哈哈 一个字 举了 哎回来了 来来来 赶紧洗手吃饭 哎哎哎呀 哎 爸妈的 窗门去了 哦 这单位没啥事吧 没事 啊 吃吧 嗯 哎呀 哎 哎 瞅啥呀吃啊 我那主食呢 啊 我的主食啊 我给你拿 你没主食咋吃饭呢 哎 嗯 嗯 哎呀 我的妈 嘿嘿 你说你呀 对儿对儿的大葱 你又是干物业的 那业主找你办点啥事 你这一张嘴 你不怕人眼啊 那怕啥 再说你这也没啥吃的 那你还想吃啥呀 你有海鲜吗 想吃海鲜了 嗯 你妈呀 那玩意那么贵 咱买得几啊 哈哈哈哈 你是没创意 你知道吗 你看啊 比如说 你把这个黄酱 变成虾酱 那不就等于是吃海鲜了吗 啊 大葱 嗯 蘸虾酱 嗯 哎呀妈 那你嘴里都啥味啊 哈哈哈哈 那不腥的好的呀 哦 哦 哦 你啥腥的好的呀 这有啥呢 对吧 人家业主找我来办事 哇 业主 吃的是海鲜的 别买 你这鲜的你 快吃吧 我这不下班了 怎么着 那你就腥我呀 那我不兴你 我兴谁啊 兴别人你愿意啊 我愿意 不要抱着他 他抱着他 抱着他谁 抱着他儿子是吗 儿子对 这就不对了 人家抱着儿子进去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甭说抱儿子了 人家抱孙子也是应该的 哎 我什么时候抱孙子 这就有个口误啊 没事 抱着你儿子进去吧 啊 这还差不多 跟什么人家抱着儿子 这是你有啥不同意的 你这事儿愣着 我跟你说 来 谢谢叔叔 不是 那个 我跟你说啊 这位女士 这个宠物不能进去 咱这有规定 哎 她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就变通一下不就好 不是 小伙子 这个宠物不能进去 把她有规定 这样行不行 你看啊 你把这个狗啊 拴到门口 然后等你出来的时候呢 你再把这个狗牵走 对 好吧 那是我儿子什么狗啊 你把你儿子呀 这狗儿子拴到门口 哎 不是 你把你这儿子狗啊 哎 不是 你把你的下一代拴门口 是吧 咱们呢 你买完东西以后 再把下一代牵走 你看这行不 那我说你这人 怎么这么没有爱心呢 哎 你有孩子吗 我有啊 那你旺超市 能把你家孩子放门口啊 不是 你这个比方就是不对的 这样吧 你把你儿子给我 我抱着他 行不 拉倒吧 我知道你啥人品的 万一他认贼做父的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这个人从小就爱大义灭亲 我跟你说 你这个宠物不能进去 好 我今天还非进去目可了 媳妇堵门 哎 哎 等会儿 你刚说什么 我媳妇 你媳妇 怎么的 我是他叔 这是他婶 我说你们俩 一个鼻孔出气 不让我进超市呢 感情 你们俩 是何其伙来欺负我呀 今天这个超市 我还非进去目可了 何必 我可亲眼看见了啊 这两口子欺负人家 我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啊我 这位怨妇 哎 什么情况 跟我说说 他们两个 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 不让我进超市 人家是孤儿寡母 哎呀 你说太欺负了 你知道啥呀 什么事在这 天类 怎么会 为你抱着儿子进南超市 抱儿子怎么了 人家抱儿子怎么了 人家抱着老公进超市 你管得着吗你啊 哎呀 太不讲理了 哎呦 哎呦 这儿子 嘿 漂亮 长得 哎呀 哎呀 这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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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哎呦 找妈妈 找妈妈 哎呦 先往邻居们看看 这娘俩长得多像啊 你看看 哎呀 可惜啊 你没有他会咬人 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人家超市有规定 宠物不让进 你非让他进 你说什么意思 是吧 超市里有老人 有孩子 他进去把孩子咬了 你说我什么意思 超市里这么多食品 狗进去了 万一有个传染病 你说我什么意思 我干什么的 我正义的化身 一笔一碗 开不开心 行 行 那你告诉我 正义是谁 你正常点 行不行 谁不正常 喂 秘密啊 我在车里着呢 来吧 这个车杯 我给你站定了 好了 完美 行啊 余小廉 行啊 我不能站这个车位 你能给秘密站 是不是 对呀 人家有正经事 你们有正经事呀 行 余小廉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跟赵刚子 啥关系 这俩给我摆造型呢 你个 就是物业与业主的关系 不对 那啥关系 说不清的关系 我告诉你 余小廉 你这车位 今天要是不给我 那一会儿赵刚子来了 我告诉你 谁叫我啊 赵刚子 哎 黄小华 你来了 赵四哥 你给我来了 余小脸 他 什么 余小脸 他 哎呦我的妈呀 余小脸 他 余小脸 你对他做了啥 我对他做了啥 我忘了呢 啊 咋的了他 啊 我想起来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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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做什么了 我告诉你 我对他做了正体的事情 骗人 谁骗人 他骗人 他要把你留给我的车位给秘密 是吗 对啊 你看 你怎么能这样呢 啊 我刚才走的时候你怎么答应过的 是不是把这个车位留给人家黄小华呢 你怎么能留给秘密呢 啊 你还跟我说你大义灭亲 你灭了谁了你 把你灭了 小米 小米 快帮我解释解释 你说 我怎么能是那样的人呢 你帮我解释解释 好 我等会儿帮你解释啊 你看看还是有理解我的吗 咱俩先唠唠咱俩的事 咱俩还有啥事唠哦 你呀你呀你你 嗨 哎 好好说话呗 嗨啥呀 你昨天来的时候 人我正在家对着一万多的粉丝在直播呢 这家你喝的快 又喝的进来了 这非得逼着我对着你拍呀 拍我啥了 啊 那个 我笑了 啊 我哭了 好的 这身衣服啥是我换的呀 那关键时刻我帮你挡的嘛 关键时刻挡我干啥 你挡镜头 你什么孩子呀 你这非得逼着我给你拍 我哪有手啊 我让你拍你就 哎呀 哎呀 那然后呢 然后啊 那个 然后你还跟我网友承诺 我说今天晚上要给大家直播跳舞 跳舞 哪个门内的舞蹈啊 啊 那个你说白天呢 你要去三好街买个皮吧 然后晚上呢 你要反背着飞天 你来跟那个孤皇逼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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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活了 哎呀 我怎么有脸呢 哎哎哎哎 你先别 哎哎 你先别过我还得谢谢你呢 瞬间粉丝 都破十万了 嘿嘿 小鹿 你让你那十万粉丝 把送你的鲜花都扎成花圈呗 你们随便给我找点啥 我要把自己弄死 啊 我想睡一会儿 不要 那怕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